下個狼狼王民哥 你看 呜呼 好大猶如蛇喔 這個叫馬島樹冉 樹冉 樹冉 從沒在野外看過這種動物的我 不禁對牠大為好奇 原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蛇 就是屬於冉科 我們的這位樹冉新朋友 雖然沒長得那麼長 不過我發現 牠有一點超級迷人的喔 欸欸欸 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不知道你這個角度看不看得到 牠這個皮的顏色好漂亮 牠在移動再轉換角度的時候 會微微透出這個藍光 金屬光 好美喔 臉不要拍太近 牠如果 牠如果忽然彈出去會咬到 那你吵你自己嘛 吵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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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比較不怕 哇 沒想到印象中 只會出現在紫斑碟上的閃亮紫藍色 居然在馬達加加的樹藍身上 也能夠看得到耶 讓人驚豔不已 只是牠該不會是金色曼蛙眼中的 反拍角色吧 那如果牠這個樹藍牠生長在這邊 牠會不會是金色曼蛙的天敵啊 不太會 因為樹藍牠主要是吃一些 譬如說鳥 或者是樹上的東西 樹上的東西 樹上而且溫血的 比較容易 然後可以仔細看牠的那個 兩邊對不對 嘴唇這裡有一排那個很像下洞 好像牙齒對不對 對對對 其實就是牙齒 那個叫唇窩 嘴唇的唇 樹藍的唇窩 和許多蛇 有甲窩的功能一樣 可以從外線感測 對於發現獵物 無望不利 你看牠現在纏在我手上 感覺還蠻舒服的 就是樹藍的習慣知識就是 纏在枝牙之間這樣 一大頭這樣 對 眼睛很大 很可愛 很漂亮欸 臉很可愛 很幸運啊 可以在熱帶雨淋碰到這支樹藍 它的顏色喔 好漂亮喔 那個體色呢 隱隱約透出這種藍光 代表牠是一個很悶燒的家伙 喔 很悶燒喔 更多有意思的花露米影片 都在下面的播放清單裡 別忘了幫我們按讚跟分享喔